因为要批评蔡英文跟赖清德 要批评民进党黑金枪独炸 或胡说八道 我一定头头是道 但如果要我歌功颂得侯友宜 这个我可能不敢练等 我觉得在支持侯友宜的这件事情上 因为我也不是国民党的 所以我应该要保持岁月静好 然后要好好做事情 要守护我的士林北投 然后每个人要在自己的岗位上 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要团结我们士林北投 团结台北市政府 这样应该是比较好的行为 好 前面是开玩笑 前面是开玩笑 绝对是开玩笑 那当然我还是先骂一下民进党 先骂一下民进党 对吧 蔡英文说 哎呀和平是两岸唯一选项 不该为选举贩卖恐惧 那民进党为什么要骂自己呢 蔡英文为什么要骂自己呢 每一次在为选举贩卖恐惧的 不就是民进党自己 否则芒果干这三个词是怎么来的 最早的时候 民进党在陈水扁之前的总统大选 当初就有海报讲说 巨头国民党不要再有下一次228 什么意思 就是讲说 哎呀一旦支持国民党之后 然后台湾人又会死伤无数啊 那贩卖恐惧就是民进党 那同样的以前呢 还讲过说 哎呀到谢长廷时期又来了 如果票投马英九 会男方找没工 男方找没工 他们要去欧良工 对不对 那贩卖恐惧是谁 不还是谢长廷吗 或者同样的到了2016年的时候 或者是2020年 那蔡英文跟民进党不也都是在贩卖恐惧 讲说如果票投国民党 那台湾就亡国吗 甚至绿英还会讲说 哎呀我们是在选台湾总统 不是在选台湾特首 往往呢贩卖恐惧的 要去诉诸对立 挑拨族群分裂的 要去制造台湾内乱的 那都是民进党的口号 都是民进党的选举诉求 所以现在呢民进党也不过就是 自讨苦吃自食恶骨罢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清楚的认知到 那其实投给在野党 并不会发生所谓的战争 并不会发生一些恐惧 那只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独派 如果大家到台北中校西路 中校天桥上面 那以前还会有说 票投国民党民众党 等于鼓励习近平武力犯台 虽然我完全不能够理解 他当中的脑回路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票投国民党等于支持武力犯台 是不能理解其中逻辑的 但没关系独派就是这么认为 但实际上是什么 比较接近现实的 大概是票投民进党 就会导致武力犯台吧 这应该是比较接近现实的状况 所以蔡英文即便口口声声说 和平是唯一的选项 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赖清德的所谓务实台独 到底如何导致两岸和平 或如何创造两岸和平呢 现阶段大陆呢 在开始要鼓励民间交流 某种程度上我认为 如果过大的民间交流 或者是过大的和平举动 那其实呢 对大陆自己是不利的 对于在野党也是不利的 因为现在之所以 民进党的民调下降 就是因为多数的台湾人 至少过半都认为 票投赖清德 会增加两岸军事动荡的风险 所以你看到 蔡英文或赖清德 才要不断地告诉大家 我们也是可以和平的 票投民进党两岸 也是可以和平的 可是这个说法有用吗 完全没有用 因为毕竟台湾人还是有眼睛 清楚看非常清楚是这几年以来 军机军舰的围台 或者是海峡中线的尸首 甚至导弹从空中飞过 马英九时期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反而是在蔡英文时期比比皆是 尽管民进党可以号称 哎呀国际挺台湾 但所谓的挺也不过就是出嘴巴上的挺 而马英九的挺那才真的是能够对外签订贸易 实质上面的支持台湾 好所以民进党知道 所谓战争与和平在今年的选举是非常重要 赖清德当然要换一个诉求 叫所谓民主与专制 所以侯友宜目前在昨天 不论是在国民党的中常会 或者是晚上三重的肇事 其实做了几个还不错的回答 第一个是要破除所谓民主跟专制 那侯友宜当然就直接讲了嘛 这个民主是每个人我们都有的DNA 那这个我们其实指的也不泛指国民党 指的是所有台澎金马上面的所有居民 都具有民主自由的DNA 所以赖清德要继续扣 哎呀这个国民党这个没有民主自由的DNA 什么的 那其实讲的是过去的这个事情了嘛 但这实际上真的要比的话 现在的民进党更加没有民主自由啊 对不对 要说民主的话 我们公投的结论 还可以被蔡英文公然推翻了不遵守 这有民主吗 在司法改革的会议上 大家举手投票 要票投到蔡英文同意才能过 这有民主吗 再讲说自由 新闻自由 那中天电视台不就是最好的警戒吗 所以民主自由在民进党执政是完全堕落 完全执政 完全失灵 所以侯友宜的第一招 先破除民主跟专制的说法 当然要给予肯定 但接下来当然是要拉回到今年的主轴是啥 那就是确实2024的选举是战争与和平的选举的抉择 那支持在野党否决执政党才有机会走向和平 第二个侯友宜在论述当中在昨天的早上其实也讲了一个很棒的话 是什么呢 就是他自我嘲讽 自我调侃 大家都说我好好做歹事不好 但是呢民进党连好好做歹事都不行 所以当然呢有增加了打绿的部分 以前我们分析过侯友宜市长有几个硬伤 包含岁月静好 能源 久日共事 那再一部分就是打绿这部分不够积极不够凸显 那么在昨天不论是上午或者是晚上的行程 他的言谈当中 对于民进党执政的恶政 劣政 语政都有语代批评 所以这确实可以增加到他的支持者 或者可以增加到蓝营的一些向心力 那再来呢我认为侯友宜的一个切 就是角度的切入其实也比较特别 那当然这跟这个个人的喜好无关 要先讲了 那侯友宜讲说 大陆将统一模式强加在台湾身上 台湾人不能接受 所以必须要提自我提升能力 让对方无法承担发生战争的代价 这句话跟民进党是不是有98%的类似 没有78%我觉得应该是有99%的类似 因为理论上在我理解 国民党好歹你要多加另外一个对吧 就除了所谓的备战 另外一块要干嘛 要加强对话 只是国民党朱立伦主席 或者这以前也提到叫2D战略 你除了要Defend 你要有Dialog 你要有对话 可是在这个部分 他只说了要有战备 可是他没有加强说两岸的对话 可能是这上面没有 但因为我看了一下昨天的逐字稿 就也比较少提到说 要跟大陆的对话的部分 因为毕竟大陆的通关密语 还是非常的清楚 要开启对话 要和平的谈判 还是要有九二共识 那么侯友宜市长 在目前为止 九二共识四个字 还是保持暂时的回避 就是说反对台独 反对一国两制 坚守中华民国的宪法 到目前为止是可以给予肯定 但是到底未来就是如何肯定说 在不谈九二共识 这四个字的状态 不是说蔡英文的那种说法 蔡英文叫做尊重九二共识 求同存异 搁置争议的精神 侯友宜之前也曾经这么说过 所以这个部分 还是有一些落差 而最夸张的就是赖清德 昨天也是批评 侯友宜接受九二共识 接受一中原则 侯友宜的阵营马上说 侯友宜市长哪有这么讲过 哪有说支持九二共识 接受这个一中原则 那难道是不接受九二共识吗 不过这当然客观而言 这可能是为了某种选票上面的操作 跟选举的一个战术 对吧 因为侯友宜的优势 就是他能够拿到一些潜率 或者是本土的票 他可能分析 如果讲了九二共识四个字 那本土的票就没有了 所以这当然是选举的一种战术考量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很实际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闻 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 没关系 绿媒不报的 中天买报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份力量